好 回来之后我们看到 这个中欧前八轮谈判 好像都谈崩了 没有什么结果 那这个中方也料化 这个白兰地的制裁 法国受不了 所以你看到 冯德兰欧委会电话被打爆了 得罪金主怎么办呢 现在继续展开了第九轮的谈判 那如果真的达不成共识的话 11月开始 真的哦 中国就要动手了 尤其是欧盟的敏感经济礼遇 会发起数十项的反制行动 那当然这个部分 就是双方都在找筹码了 对不对 最简单的筹码 你去直接施加冯德兰没有用 去找他的金主开刀比较有用 还有就是看到数据出炉 今年上半年开始 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同比 一口气下降了28% 什么意思呢 就是欧盟赚不到中国的钱了 那你叫他的金主怎么办 三年之内出口已经暴跌了30% 而今年光是上半年 就崩得非常厉害 另外一个 我也让街大使同步来讲 就是大疆做无人机的那个 美国一度想对他动手 后来收回去 那最近好像又开始动手 那大疆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周五10月18号 大疆就正式起诉了 美国的国防部 这个起诉状后后的 总共56页详细列入 详细写着它被列为 军工企业的不合理处 那用16个月 跟美国国防部沟通 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然后另一头 他把这个美国防长 奥斯汀也告了进去 把这个负责 美国工业基础政策的助理部长 也告了进去 告的都是核心的大咖人物 然后这个律师也很有戏爱 大疆请的律师是谁呢 前美国司法部长 再讲一遍 前美国司法部长 现在要帮中国的大疆 来起诉美国的防长 他应该赚了很多钱吧 2022年曾经代表大疆 致函给五角大厦 要求把大疆从黑名单剔除 然后你看到很多美媒 你知道细节很重要 大家去爬梳细节 你觉得呢 要付给这个律师很多钱 所以大疆会打一个 胜算极低的一场仗 好像也不至于 所以美国媒体 引述了很多鹰派专家 得到一个观点 叫做大疆这场诉讼 可能是一条死路 或者是说 美国是一条死路 双方的表述都很极端 但是我们看到有潜力 比方说中国 告美国政府的案例 包括中维半导体 对不对 包括核赛科技 后来就打赢了 核赛科技是做激光武器的 后来起诉美国国防部 成功八月的 让自己从黑名单中移除 还有小米也是 他也去告美国国防部 后来逼得国防部跟他和解 都有潜力可循 所以季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个告赢的机会 其实还不小 不小 因为大疆基本上 他几个论点是非常 非常根本性的 第一个 他这个公司 不是军方所拥有 它是一个纯私人公司 跟中国大陆的军方 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二个就是说 他也不受 既然不是所拥有 他也不受大陆的军方控制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更有利 就是他销售的产品 没有一个是武器相关的 他只销售两种产品 一个就是消费级的 一个就是商业级的无人机 那这个没有任何证明说 他卖过任何跟军事用途的无人机 像我们讲这个双尾歇好了 中国大陆很有名的这个无人机 最大型的 他是四川的一个也是民营公司 他也出产很多 可是他就有销售 他就有制作这个军用的无人机 这叫查打议题 上面又有侦测设施 又有什么攻击性武器 那个就是一个军工企业 那你比如说今天大江说 我既不受军方所拥有 我也不受军方控制 我的产品没有一个是被用作军事用途的 那你怎么说 他是一个军工企业 按军工的企业的标准 对他实施制裁呢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论点是蛮充裕的 而且大江事实上这个机子 在就跟好像那个我们前一阵子讲 大陆这个龙门调 大陆的振华的这个龙门调 那个美国也想进 也想整 结果消息一出来以后呢 美国的所以这个各个港湾的这些公司 这个负责港口的工作 都出来抗议说你别开玩笑 你把他列为什么什么什么国安全相关的这些产业 你进他的话 我们用的都是他的产品 对而且你你讲他是跟安全有关实在是太可笑 大江也是啊 大江也是 大江现在已经有美国很多企业替他在讲话 对而且很多民间的在讲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农业的用途上用的很广 他在这些治安的用途上用的很广 现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 他的治安单位 他抓犯人 他查案子 很多用的都是大江无人机 而且他们明白的讲 就是大江的性价比最好 美国做的不行 又故障又贵 而且搞了半天也没有 就是大江又便宜又好用 那所以美国这个国内社会有很多人支持大江 觉得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进了大江 让我们的工作很难做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 现在农业农业 美国过去这个美国都是 大大大这个农田都是数百数千亩的 他都靠这些大江做什么 做农业的灌溉啊 杀虫啊农药的施放 那你要把它禁掉的话 那这些这些工业也不也不太赞成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些社会的资源 就他本身来讲 我觉得他论点 而且他也用尽了这种事前的沟通 他事前跟美国的国防部沟通了16个月 美国最后还是把它列入公共企业 所以他也是最后一级就靠 看看美国的这个司法体制了 那他我觉得他走对一条路 你要找这个在美国很有办法的律师 对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什么事情 都可以找到一个解决 华盛顿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大的谈判跟利益的 一个什么冲突的地点 你要如何在这个利益冲突 然后在这些政治跟商业交织的这样子的案件里面 你要找到对的人代表你 去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解决 这个纪大使在评论的时候 我觉得委员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为什么 这个所以美国的 你在美国做生意 你要两个一定要找得很清楚 律师要找得好 会计师要找得好 大家律师找得好吧 这律师找得不错 美国的司法是全世界最大的盈利失约 你美国司法部有时候 在罚人家钱的时候 动不动都几十亿美金在收的 一样的道理 反正只要要告美国政府的律师 一定是美国政府利益相关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